这个主题我们来介绍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举个例子 铁制品在空气中容易产生锈斑 而我们知道黄金如果放在空气中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保持闪亮的光泽 由此可见 有些金属很容易跟氧结合 而有些金属就不容易 而除了金属会给氧反应之外 像蜡烛燃烧啊 动植物的呼吸 这些有氧气参与的反应 我们就称为氧化还原反应 氧化 写下英文 还原 所以氧化还原反应的英文我们这样写 取这个字 取这个字 RED 再取OX 然后反应 在国中阶段我们有学过氧化的定义 跟氧化合 还原 失去氧或者得到氢原子 我们讲氧化素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什么叫做电负性 也叫电负度 负电性 也叫阴电性 简称1N 电负性这个我们在高三才会学到 他是考量原素的游离人 就是失去电子能力 还有电子氢核力 得到电子能力 由美国科学家鲍林 在1932年提出的 他是用数值的相对大小来表示 原素原子在分子中 对共用电子的吸引能力 详细的介绍高三才会讨论 我们来看这里 假设这里有A原子 这个是B原子 我们知道原子本来是电中性 而原子的外围会有所谓的价电子 如果B原子 它对电子吸引力比较强 我们用白话一点 我们写电子的吸引力比较强 它就会把A原子的部分价电子 给吸引过来 我们画这个波浪状 代表AB原子结合的时候 所产生的化学键 把电子吸引过来 B这边会造成部分的电荷分离 所以B原子就会带负电荷 A原子失去电子 就会带正电荷 而这两个等量带异性的电荷 就会造成电长 而这种电长的方向 是往B的方向 这个我们叫做建偶级 好这高三的课程 在这个阶段稍微认识就好 而B原子比较会吸收电子 我们就说B原子 它的电负性 老师习惯讲电负度 电负度比较大 用1N表示 那A原子就电负度比较小 所以A原子跟B原子 结合形成分子的时候 比较多电子被B原子吸引过去 在抽起表中 除了惰性气体之外 越靠近右上角 电负度会比较大 电负度大小的前4米 我们要背起来 腹最大 腹在这里 再来是羊 羊在这里 再来是蛋 蛋跟绿是一样大的 蛋在这里 绿在这里 这四组在高三的时候 我们会背起来 它的数值我也给你 这个腹电负度最大是4.0 氧是3.5 蛋跟绿都是3.0 而电负度应用 我们在高三才会整个学到 第一个 它可以判断 键的极性 第二个 它可以判断化学键的强弱 西点 它可以判断离子性的程度 租点 它也可以判断 酸性的强弱 伊点 也可以判断氧化剂的强弱 这些都属于高三的课程 所以现在我们不提 接着我们来学习 如何判断氧化素 我们先写下它的英文 这氧化 再来是数字 所以它简称 On 首先氧化素的定义 一定要背起来 氧化素是为了 计算电子得失 所定的电贺素 这个定义一定要背 计算电子得失 所定的电贺素 我们举例说明 我们像水 H2 水的结构 是由一个氧原子 跟两个氢原子 所组成 我们之前有学过 氧的价电子是6 123456 氢原子的价电子是1 用红色表示 有一个规则叫八余率 原子在结合成分子的时候 氧原子的周围 如果有八个电子 符合 惰性气体的主态 会最稳定 所以我们这样写 所以看这氧原子的周围 有八个电子 多了两个电子 是从氢原子得到的 所以氧原子 得到了两个电子 所以代负二 每个氧原子 失去一个电子 就变成代正义 所以这个正义跟负二 就是个别原子的氧化数 再次哦 氧化数的意义 是为了计算电子得失 所定的电荷数 接着我们来看 元素的氧化数 元素状态的物质 它的氧化数 我们把它定为是零 像铁弹 P4 S8 这些都是元素状态 氧化数就是零